唐纳德 特朗普绝对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总统之一 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 他是一位房地产商人 一位顶级的投资者 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大富豪 这样的素人总统在美国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几乎没有政治经验的特朗普 凭什么能够在2016年成功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呢 想要深究背后的原因 我们就必须了解一下特朗普家族的整个发展史 虽然特朗普本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但他的祖籍却隶属于德国 在1885年 特朗普的爷爷弗里德里西 特朗普只身一人离开德国 前往美国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当时 弗里德里西年仅16岁 他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 只能坐在船舱的最底层 跋山涉水来到了繁华的纽约港 纽约的繁华给弗里德里西带来了由衷的震撼 他下定决心 凭借自己在美国闯出一番天地 来到美国之前 弗里德里西是一个剃头学徒 所以他一开始凭借着理发的手艺 在曼哈顿成为立名理发师 也算是在纽约炸下了根 然而 理发师这个职业带给弗里德里西的收入 实在是太过微薄 不甘如此的他很快把自己的目光锁定在了当时美国最为热门的一个行业 讨金 19世纪末期 美国人发现了加拿大西北部的克朗黛克河谷有着大批黄金 所以包括弗里德里西在内的一众淘金者收拾起行囊来到了克朗黛克河谷 打算在这里一展拳脚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弗里德里西在去往克朗黛克河谷的路上发现了很多同行者 他们大多数都有着丰富的淘金经验和专业设备 和这样的一群人抢黄金 显然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此时 弗里德里西站献出了他的商业头脑 既然无法赚到淘金的钱 为什么不去赚淘金者的钱 让这些淘金者为自己打工呢 萌生了这样的想法之后 弗里德里西豪指千金 在克朗黛克河谷的必经之路上开了一家旅店 公路过的淘金者斜脚 这家旅店并不单纯 内部设有赌场甚至妓院 弗里德里西将一种风尘女子雇为员工 吸引了一大批身心俱疲的淘金者 这些工人辛辛苦苦从河谷中淘到的黄金 都变成了一张又一张带着汗水的嫖姿 跑进了弗里德里西的口袋 凭借着这样的手段 弗里德里西很快就发家致富 成为了一名富豪 在这之后 弗里德里西还在纽约买下了价值30万美元的房产和地皮 这项富有远近的投资也是后续特朗普家族持续做强的根基 在那个混沌的年代 弗里德里西就已经把握住了房地产这个隐形的窗口 所以特朗普家族的发展史其实有些见不得人 称他们是以拉皮条发家也绝不为过 1918年 弗里德里西因西班牙大流感去世 给他的三个孩子留下了大笔的遗产 当时特朗普的爸爸弗雷德 特朗普年仅12岁 却不得不背负起家庭的重担 离开出中校园 接受了家族生意 虽然弗雷德非常年轻 但他却完美地继承了弗里德里西的为了财富 而不择手段的基因 整个特朗普家族的财富 在他的经营运转之下 非但没有出现崩溃 而是变得越来越稳定 1929年 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美国梦几乎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息 人们在华尔街股市中的投资血本无归 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高水平 低价格劳动力 弗雷德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虽然特朗普家族也在这场经济动荡当中损失惨重 但他们经营的毕竟是房地产生意 隶属于不动产 所以也自然具备着东山再起的资本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 弗雷德用极为低廉的价格雇佣了大批的工人 在纽约皇后区展开了一轮大规模投资 修建了一大批价格低廉的独立住宅 弗雷德所修建的这些住宅 售价约为4000美金 这些房屋的主要受众 就是那些被金融危机摧毁的美国底层民众 凭借着低廉的价格 弗雷德在这场经济危机当中赚得盆满钵满 稳固了自身家族在美国上流社会中的经济地位 30年代中期 弗雷德更是直接在皇后区开里加特朗普商场 打出了自己吃 任你选的标语 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超级商场的概念 二战期间 弗雷德更是凭借自身的多年房地产经验 找上了美国海军 为他们建造了大量的营房基地和训练场所 战争结束之后 弗雷德又大包大烂地拿下了 为退伍老兵建造住宅的工程 从美国政府手里也撬走了不少的财富 一来二去之下 特朗普家族的房地产帝国已经成型 而整个家族最璀璨的明星 特朗普也在1946年来到了这个世界 1946年6月 特朗普在纽约皇后区出生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特朗普 从小顽劣成性 自己满满 谁的话也不听 在十一二岁时 特朗普就经常挑戏小女孩 如同一个小流氓一般 在他13岁那年 弗雷德从特朗普的房间里 翻出了一把私藏的弹簧刀 这把刀也差点把老弗雷德给气死 为了承接这个无法无天的顽劣少年 弗雷德下了狠心 将特朗普送进了纽约军事学院 在半军事化管理的校园 特朗普的顽劣天性终于有所收敛 不仅学习成绩优异 同时也有着很好的人员 当过不少次学生干部 高中毕业之后 特朗普进入了美国著名的经济院校 沃顿商学院 学习的专业正是与自身家族企业 息息相关的房地产 在每年的暑假 特朗普都会帮助父亲 管理家族的房地产业务 年轻的他 俨然已经成为了整个家族的接班人 1968年 特朗普加入了家族企业特朗普管理公司 又在短短三年之后 彻底将公司接管 特朗普有着非常惊人的商业天赋 1975年 特朗普敏锐地察觉到了 公共交通在未来的发展潜力 于是他用千万美金 买下了一家 位于纽约中央火车站旁边的破旧旅馆 并且成功将这家旅店 建设为赫赫有名的凯悦酒店 特朗普的这次投资 给他带来了极为丰富的回报 直到今天 凯悦酒店旗下的白悦酒店 和军悦酒店等品牌 也是酒店行业的龙头商标 哪怕在咱们中国 也有着东方军悦大酒店 和上海金贸军悦酒店等分支存在 凭借着几乎完美的投资 特朗普也成为了当时美国 最具知名度的商人之一 他在1984年 豪制2亿美金 在最繁华的纽约曼哈顿 建成了68层的特朗普大楼 将整栋大楼建设成了家族集团的商业总部 1986年 特朗普用75万美元 在4个月的时间内 就修好了沃尔曼溜冰厂 要知道 纽约政府在这之前已经花费了6年的时间 和整整2000万美金都没能将沃尔曼溜冰厂修好 足以可见特朗普的能力之强 和很多其他富商不同 特朗普是一个非常高调的人 他不仅参加过许多知名影视剧的客串 甚至还在好莱坞大道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广泛的知名度也给特朗普后续的从政生涯奠定了基础 在2016年5月份 特朗普公布了一份104页之后的财富报表 其中全都是特朗普的资产和收入 他在25个国家开设了超过500家公司 Trump这个名字 已经变成了美国房地产文化的符号之一 2015年 特朗普宣布参加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在这之前的特朗普虽然有着党派归属 但却没有任何的执政经验 所以人们也纷纷认为 他会在这次竞选当中煞雨而归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特朗普居然在竞选之中杀出重围 在多个州都保有着很高的支持率 最终成为了第45任美国总统 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素人总统 回首特朗普家族的发展历史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黑暗 美国富豪家族原始财富的积累 大多都与黄毒毒脱不开关系 这是属于当时美国的特色 也是所谓美国梦的残忍本质 如今的特朗普深陷麻烦 甚至被刑事罪名所指控 不知饱受制裁的他是否又后悔了当初参政的决定 倘若不在白宫住上的思念 特朗普的人生和名望是否又会比现在强上很多呢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时 回复001即可观看 好